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团黑影会压在她的身上 她当时一时清醒的 眼睛也可以看到周围的东西 可身体却动不了 而且这种情况不光发生在晚上 也有发生在她午休的时候 当然 这事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其实 有这样经历的人不在少数 包括我自己 我当时甚至能看到他们的脚 但却无论如何 都无法移动自己的身体 这种民间称为鬼压床的情况 其实在医学上被称为睡眠瘫痪症 可奇怪的是 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 不光会影响周围的电子设备 甚至一些遭遇过外星人绑架的人 也声称看到过黑影人 而且还有目击证人看到了蜥蜴人的皮肤 那他们究竟是什么呢 1975年 越南战争之后 当时有3466个来自于老窝的苗族人 飘洋过海去到了美国 但当他们定居在新的社区时 意想不到的威胁却悄然袭来 当时去美国不久的苗族人 在睡眠中突然死亡的人数开始激增 总共有117名男性在睡眸中猝死 除异人外 其余人的健康状况都非常良好 而且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33岁 为什么在这个族群中的死亡率 飙升得如此之快呢 经过无数次法医检验 困惑的医生们却无法找到死亡的原因 他们给这种现象起了个名字 叫突然意外夜间死亡总和症 一直以来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也没有科学能解释 因为那些死去的人没有任何的症状 他们只是会在睡眠中突然离世 直到今天 有些医生推测说 当时苗族年轻人的死因 有可能是一种原因不明的遗传性的心脏疾病 但苗族人对此却有另一种解释 苗族人认为 原因是因为他们当时不能实践自己的原始宗教 在老沃 有一种信仰认为 那种如黑影般存在的夜灵 是一直都存在的 但只要你对他们做该做的仪式 进行该有的祷告 他们就不会伤害你 可是当他们去到另外一个国家 当然为了生计 有的人会去选择做一些比较辛苦的工作 比如需要职业班或者轮班那样的工作 所以本该有的仪式 年轻人觉得麻烦他们就省掉了 以至于夜灵会盯上这些人 当然听到这里 有很多人说 你这就是迷信 可当时的死亡数据却是真实的 关于黑影人的出现 当然不仅出现在老窝苗族人当中 其实在世界各地的人都有过这种非凡的经历 很多当事人描述说 鬼压床通常是发生在他们睡觉的时候 然后他们会突然醒来 还会看到一个黑暗的影子 那影子似乎是由某种不反光的 虚无缥缈的物质构成的 比如接下来这个被黑影人困扰了五年的记者 就决定把自己的经历公之于众 在2011年2月的一个晚上 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记者保罗·克里斯蒂安森 正在床上睡觉 可突然 他被一种强烈的感觉惊醒了 保罗说 我当时就像是被锁在海底一样 我不能移动 不能呼吸 当我睁开眼睛就看到房间里有一个黑影 我无法分辨出它是什么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它看起来像一个黑暗的实体 可它身后的空气又有一点模糊 而且还在动 我当时试着起身 却完全无法动弹 当时我费了好大的劲 才终于叫出身来 躺在我旁边的女友被我吵醒了 我当时赶忙把灯打开 过了好久 我才平复下来 据回忆 保罗当时完全处于惊吓之中 所以自己也不知道 那次鬼压床持续了多长的时间 而更让他害怕的是 那次只是接下来五年里 发生的几次中的第一次 当这些事情发生时 他总感觉那是一种不友好的生物 他说 我从来不觉得它们是出于好意 而且它们总是伴随着一种 沉重的黑暗感 因为有越来越多 像保罗这样的人 愿意把这种奇怪的 类似于鬼压床的经历分享出来 甚至有人把人类与黑影人的交集 写成了一本书 而因此吸引了更多 愿意分享自己经历 也同时在寻找答案的人 2001年 作家海地·霍利斯出版了秘密战争一书 在这本书中 他分享了自己与黑影人之间的离奇经历 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这书在出版后 居然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强烈反响 成千上万的人开始给他写信 来寻求帮助 比如有做牧师的 有学校的教师 也有工程师 可见来自各行各业不同背景的人都有着同样的经历 之后海地开始致力于帮助这些和他有过同样遭遇的人 根据海地收集的资料显示 那些黑影人其实可以以各种形状和图形出现 大部分人的经历是 他们会突然醒来 然后发现房间里有奇怪的黑影 而正是因为他们发现影子人的存在 所以这个东西反而会离他们更近 并试图把当事人固定住 让他们无法动弹 海地认为 黑影人经常在晚上出现 因为他们想趁人们在最放松的情况下接近他们 据海地回忆 他的第一次影子人的经历 和普通的人就有些不太一样了 他当时在光天化日之下 亲眼目睹了他 据他说 有一个黑影人当时就一直跟随着他的一个朋友 他说 那个东西看起来体型很大 有些笨重 还是黑色的 他有类似于人的形状 但他的头好像是直接连在他的肩膀上的 当时黑影人在路旁的灌木中不停的移动 而他的朋友却看不见 说到这种人形的黑影啊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 那就是你的幻觉或者是 鬼魂灵体之类的 但许多研究人员认为 黑影人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实体 有人说 鬼魂是一种以某种物质形式存在的灵体 关于鬼魂 我们人类可以看到或感受到很多细节 有人甚至可以看到其面部特征 还可以看到比如说衣服 甚至是他们的头发 而在黑影人的案例中 却没有任何人有报告说能看到细节的 对于体验者来说 他们很难理解那些黑影人到底是什么 刚才我们也提到过 在科学上 鬼压床有另外的一个名字 它叫睡眠瘫痪症 有一些喜欢脑洞大开的朋友就问说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黑影人不仅仅是幻觉 而是真实存在的呢 因为他们带电 2016年10月28日 在美国弗吉尼亚州 研究人员米歇尔·勒巴伦 和一组同事正在调查一份报告 该报告称 在当地的一家历史悠久的酒吧里 出现过一个类似黑影人的东西 而且还带着电 据当事人回忆 她和另外一个女生 因为是在酒吧里玩得太开心了 就准备去一些空闲的房间里冒险 可没想到的是 她和她的朋友居然同时 看到了一个巨大的黑影 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报告显示 那个黑影大约有两米左右 它没有任何细节 两个女孩当时吓得尖叫着 跑出了那里 等他们镇定下来后 由于他们不敢相信 自己刚才看到的东西 于是就决定在一起 回到那个房间去看个究竟 但却发现 那个高大的黑影 依然站在那里 最不可思议的是 他们两人感觉到了 一阵阵电流 脉动一般的能量 从黑影人的身上散发出来 据米歇尔的研究发现 有些遇到过黑影人的人 确实会和那两个女孩一样 听到类似于电流的嗡嗡声 米歇尔说 我还曾采访过一个女人 那个女人有天突然看到走廊里有一道闪光 然后有个影子人出现在她的房间 并跳到她的身上 把她压在床上 使她动弹不得 后来影子人又迅速跳开 并跑回了走廊 她当时又看到了第二道闪光 第二天早上 刚醒来的她 本来以为那只是一场噩梦 可当她开灯时才发现 她房间里的灯都打不开了 而且所有的电子设备都被烧毁了 她后来不得不打电话给当地的消防部门 让他们来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有研究学者发现 有的黑影人除了带电 目击者还经常报告 关于黑影人的其他奇怪的细节 他们有的带着红色的眼睛 甚至还有带鳞片的皮肤 许多关于黑影人的报道 都与能量 眼睛发光和电子干扰有关 因此 研究人员就怀疑说 一些黑影人是否是一种被人类误解的 还没有被人类了解的外星技术呢 人们经常会讨论强大的外星技术 可以影响到人类的电子设备 而很多关于黑影人的报道 也带着这样的特征 有一个有趣的想法是 有些种族的外星人 可能使用了某种隐形装置来隐藏自己 不让我们人类看到 但由于他们可能不太了解 我们人类眼睛的生理机能 所以他们在人类的眼中 就成了隐隐般的存在 更有趣的是 有目击真人说 他在看到黑影之前 居然看到了爬行动物的鳞片 之后一股奇怪的力量在他面前膨胀 好像一个什么东西迅速挡在了他的面前 之后他就只看到了黑影 除此之外 也有另一个当事人谈到说 他也有类似的经历 但他看到的不是爬行动物的鳞片 而是像青蛙一样的光滑的皮肤 而且是灰色的 很多研究学者开始相信 所谓的黑影人 很有可能是某种被误解的外星科技 因为他们发现 不仅全世界有40%的人会有这样的经历 而且有许多被记录在案的 外星人绑架案的现场 也会出现影子人 在采访中 资深记者林达·穆尔顿豪就说 在过去的40年里 他与大约3000名有过外星人绑架经历的人 进行过交谈 他们有着很多共同点 比如说那些影子会突然出现在他们的房间里 他们会感到全身麻痹 当你问他们是谁带走了他们时 他们会说是一团黑影 在1993年3月的时候 林达收到了一份记忆深刻的包裹 那包裹来自于加州的波特维尔 里面装有一些插图 一盒录音带 还有一封信 来信的人是这样写的 我在床上睡着了 突然被什么东西吵醒了 房间里出现了一片橙色的光 后来房间的中央还出现了一个洞 然后两个能看出形状 似乎是三围的人影从那洞里走了出来 那两个影子人抓住我 使劲地把我往洞里拉 那是我昏迷前记得的最后一件事 后来我意识到 有个小个子 一个灰色的生物 当时站在我床的右边 只是直直地看着我 好像在观察我的反应 它似乎在控制着当时发生的一切 毫无疑问 我们很多人遇到过鬼压床 不管是发生在什么国家 什么样的文化背景 即使大家称呼他们的名字有所不同 但遇到的黑影人都大致相同 从科学的数据上来看 全世界有40%的人一辈子至少会遇到一到两次 而且通常数分钟后就会自然的消失 那有人就问了 如果真的是睡眠瘫痪症 我看医学书上也称之为睡眠障碍疾病 那既然是疾病 为什么大部分的人一辈子只会遇到一到两次呢 你有遇到过吗